给的够不够是由他们来觉得 我给的够不够 这东西很难得 所以有了生命到 有新生命到你的生命中 你会觉得其实 人生真的不苦 也需要好好珍惜所有的东西 哈喽 哇 今天很酷啊 那你呢 觉得我怎么样 我觉得你 我们非常的反差 对 对 OK 我们今天 为什么 其实这样穿是有原因的 是吗 因为我刚才这样穿 有时候人家说 哇 你看得很妙 你看得很妙 其实坦白说 你之前的那个 有一套衣服 我不是讲年像老师 所以我每次 我觉得今天的也是很像老师 是吗 是 我其实是有做老师的那种 很端壮 很端正的年 有 有 有 老师跟母亲 对不对 我是很 我是她的 那个巴子来了 巴子来了 欢迎瑞恩 燕玲 还好有你 是专为女性开启的真实谈话节目 在这里 没有批判 没有审视 只有将心比心 每一期将有不同的女友们 记得和她们敞开来聊 桌子上有个神秘箱 里面就有今天来宾的提示 所以你提 你提母亲是有 我是有铺梗的 我明白 所以这个是 这个就是燕玲棒了 这个是做过妈妈的人 应该可能都有一点经验 一眼就可以认出来了 是不是应该恭喜你 没有 我够了 我已经 真的吗 我已经关闭了 已经关闭了 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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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意思 所以今天应该是母女党 还是母子党 可是我们没有 没有一集猜对 有请来宾初恋 OK 来 哈啰 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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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嗨 坐坐 这位我认识 对 我认识 我们有合作过 杰玲 对 and 这位呢 我是Race 嗨 嗨 你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 就是是哪一位 是哪一个 不懂吧 两个 Race是妈妈吗 是 OK 几个孩子 三个孩子 很厉害 我自信觉得 她真的好会保养 真的哦 看不出她是三个孩子的 对啊 很年轻 那杰玲是 我是刚刚升级当了 一个小孩子的吗 好 恭喜你 新手妈妈 新手妈妈 很新手 欢迎 欢迎 欢迎大家来到 还好有你 在这里请大家深呼吸 放松心情 敞开来聊聊 桌子上的箱子 还有一张卡 写的是来自其中 女友嘉宾们的心声 瑞恩 燕玲 请借此机会念出卡中的内容 你念还是 OK 你念吧 OK 我有很多工作 第一个是当妈妈 第二个是当老板 是 是我 哦 是 你招待的 OK 我听一句话嘛 所以第一份工作是当妈妈 嗯 对 所以你是很忙 你的工作是 嗯 我是做直播的 哦 啊 全联系 全联系 OK 然后已经经营了 呃 五年 所以现在这样 你每一天我相信都 又要照顾 像你说的 就是要当妈妈 又要当老板 对 所以时间应该很难 分配吧 对吗 会觉得一直很忙吗 呃 一直很忙 嗯 就还还好啦 就是他们一放 一有 就是读 空档 空档的时候 像Holiday的时候 我就会抽出时间 带他们出国 嗯 I mean keep up the communication 嗯 Jaylee是 你是有 呃 因为生了第一胎 嗯 呃 有没有 刻意的决定说 要 呃 停止演戏 其实没有 没有 没有 就是一直来我 都还是很喜欢热爱演戏 是 就是因为 其实一离开公司的 那个决定之后 嗯 演戏这个东西 当然会 take a backseat 嗯 因为很多时候 不是我可以决定 我要演戏就可以演戏了 嗯 所以 呃 我就觉得说 其实 缘分 这些时间就是刚刚好的 嗯 可是你觉得你 其实之前以前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自己 会有孩子 或者是几岁 会当妈妈 没有 没有吗 有没有做planning I mean planning 是有啦 Yeah but the thing is 我真的没有想过 他那么快来 我跟我 呃 老公 其实 认识的时间 你说 说长也不长 说短也不短 就是缘分咯 之前我就是发生了过一些事情 然后我就觉得说 啊 我这辈子应该是终身孤独一个人了吧 嗯 然后 呃 就遇到身边好几个人就是想要 you know 让我认识多一点的朋友 然后就 you know 而且你老公是朋友介绍的 朋友介绍的 ok 我出来当 呃 有孩子很累啊 当妈很累啊 但是 不用认识的 承定很累 这样你们觉得肯定也有很多快乐吧 所以以一个妈妈的角度来讲 你觉得 对单身人士来说 其实 他们错过了什么 问你啊 哈哈 我是 I'm the odd one out girl 如果要推销当妈妈的话 你觉得单身人士错过了什么 对对对 当初是跟我讲 嗯 当初是跟我讲要推销 呃 呃 就是 有孩子的快乐 有家人也是 yeah very colorful咯 就很 孩子喜怒哀了 you know 都会有experience到 然后到了晚年 不用去blend太多 因为 家里人哦 会有人站出来帮你的 but honestly you are not missing out 我真心觉得 他直接 我们可以回家了 继续 继续讲 继续讲 ok 我觉得我的原因 ok 可能因为 我就一个朋友当了妈妈 他是两个孩子的嘛 我就看我的命 就你们两个人而已 就我们两个人而已 ok 我就讲 我就看我们两个人命 还有看我就是还没有结婚啊 朋友的朋友的命 好 他们的命很interesting咧 我就是整天在家里咯 我就是整天一直陪着小孩子咯 等小孩子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我就觉得 但是你到后来你会觉得很幸福的 可以享福 就很像那时候我也是有这样 就是我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之后 我没有觉得很幸福啦 我因为觉得自己很奇怪 因为起初的时候 early stage 我的身周围的朋友 都没有一个是有家庭的 一样 然后就周围都 我就missing out a lot 会过的 就不要去 太过纠结这个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都要交易 我们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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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需要鼓励的话 你打给他 你需要have fun 所以你跟我讲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 have fun 然后刚才你们两位也是有提到 其实family planning 对面来说 其实是有一点surprise的啦 然后其实我们也 很多人也知道 其实所谓的family planning 其实不是每一步都在预料之中 所以你们有什么 so call advice 给他们吗 因为这种 没有办法控制 可是他来的时候 你的心态应该 怎么样快速调整自己 我觉得就 真的是顺其自然 just don't follow the plan 东西自然来了 你就懂得会怎么去应付它 i love that yeah 很natural的 因为我是一个type a planner scheduler everything must plan so but it might not turn out the way you plan exactly 计划是感不上变化 right so i love that 当然长辈我们很感恩 他们可以帮我们照顾小孩 可是有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理念上的分歧 就面对这些冲突的时候 虽然我知道你当面不会去 就是他们在教导的时候 你不会去说他们 可是私底下之后 你有一些可能不能赞同的东西 你会去跟他们沟通嘛 so far我跟我的妈 因为我跟我mother in law 我跟妈妈住在一起 嗯 然后我就很 thankful 因为我觉得 actually is a help instead of 嗯 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 欸跟妈的 in law 或者是妈妈住在一起 就是关系不好 就是关系不好 就是不好 但是这个有时候要 灌一只眼睛 嗯 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Jelene呢 ok 我是没有这个问题 原因是我不跟我的家婆 也不跟我的爸爸妈妈一起住 嗯 之前是啦 可是我们搬出来了 ok 可是我也没有离我的父母很远啦 嗯 大概六分钟就到了 他们就常常来 因为他们要帮你照顾嘛 对 他有问过他的父母 跟问过我的父母 你们要不要照顾 嗯 因为他知道我们两个 是不可能自己忙得过来的 ok 因为我们都蛮可怨的啦 所以他就讲 你们要不要照顾 然后他的父母就讲不要 因为他的妈妈 其实还在工作 嗯嗯 理理解理解 是是是是 很久之前就已经退学了 嗯 大概我入行的 第一二年他们就 退休了 退休了 ok 所以我就是 I see I see 因为其实这种沟通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你要讲上他们 你的父母也是有自己的 so call 人生跟生活 他们的来 我觉得一些人把他 当作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 不可以 which is what I like that you're asked instead of Can you come over and take care ok 这一个报 我觉得我的老公真的做得很足 是是是 他真的是有想过这些东西 which honestly 我是一个比较emotional的 我没有想的 刚才那个planning 其实真的不可以plan的 嗯 然后我身边的那个 唯一一个生过孩子的 也是讲不可以plan 因为这种东西 When will you ever think you are ready 这种东西 never the law 所以想都不用想 其实发生了 有了就ok 有些人会有 stereotype 就是觉得 你当了妈妈 你就不可以这样 你就不可以讲讲讲 你就放弃生活 你可能以前出国 可能一年出国两三次 你现在就等到你小孩子五岁 你才可以出国 你知道吗 我必须要考虑 你觉得 就是一个有这样的看法 嗯 为什么 把你自己的框框 框在那边 我觉得有点累 限制在那边 好像也不行 因为其实现在的我们 就是要当最棒的自己 就是自己要开心 可是如果你一直讲说 如果我生了鼻子 我大概五岁我才可以出国 哇很累 怎么可能对不对 其实当了妈妈之后 你会很 proud of yourself 你就觉得 Oh my god 我很强 原来我有这么多潜力的 懂吗 就是真的 你会觉得你自己很强忍 你自己的态度会不一样 对对对对 我会经常 会讲 thanks to myself 谢谢我自己 就是说 我又可以兼顾事业 又可以兼顾家庭 又可以有 就是还在朋友圈里面 或自己就是还 try to不要改变太多自己的生活方式 所以我们之前 就拍其他的 episode的时候 有人提到mom guilt mom guilt OK 你们会不会觉得 OK I totally understand 就是我觉得我们女人 是很厉害 自卑跟自责跟内疚 对吗 为什么女人有mom guilt 男人没有dad guilt 你们会有mom guilt吗 有啊 就做工的时候 我反而没有mom guilt 你没有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mom guilt 可能Jelly是 因为是第一胎 所以她比较会有那个mom guilt 对不对 可能 不是这样觉得 接下来就会比较好 就是现在是慢慢的放手 是是是 慢慢的没有那么结果 我觉得就是很不 很不公平的东西 是mom guilt then no that guilt 其实让孩子看到你多一点 你的工作的就是 好像比如说我的两个大的 现在因为他们比较懂事了嘛 然后就有 偶尔还是会跟着我一起直播 所以他们就会看到我在做的东西 明白 他们自然就会了解了 了解 I don't have to 出这么多功力来让他们知道说 妈咪做工很辛苦来养你们什么 不需要 他们这样看着你 他们自己其实就明白了 而且他们也可以体验到你工作的时候 对 的辛苦 了解 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来了 来了 Muffie又来了 来到犀利问题环节 神秘箱里有三张卡片 卡片上各有一道问题 主持人们请向各自来宾们发问其中卡片里的一道问题 来宾们必须诚实回答 OK有一个问题问Jelly 很有趣 这么说 这个是 就是那种很好笑的 老公眼尖尖只能救一个二选一 你会怎么选 就是 有在一个火灾还是什么 是 有生命危险 我会救老公 因为我问过 我问过老公是同样的问题 所以我就问 所以如果我在产房里面出了什么问题 他说会先救你 我是有点感动的 他给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 因为孩子没有了 可以再生一个 可是你没有了就没有了 我听了我就 OK 所以我还觉得你老公是不是在这边 所以你会这么选 没有啦 OK啦 你会救老公 我会救老公 因为我觉得 没有老公就没有孩子了 是 因为Jelly我认识他没有 可能大一年这样子 可是老公 我认识他比较久 可能我会based on that 所以Race呢 我也是选老公 我也是 真的 真的 因为我真的就是这样觉得 那个 真的很多人啊 commonly可能会觉得说 一定要先救那个最年轻的 但是我觉得没有 我们的伴侣是不可能会有孩子 就不会有family 所以 那个跟 主持人 所以 其实那个时候在交往的时候 有没有哪一个瞬间 就是让你觉得 你跟你的伴侣是可以长久走下去 要有family planning的 是发生什么事 或者你看到 他的一点 他的个性 他的 他的行为 是有什么让你们觉得 OK Can 时间啊 时间有 就会证明 一切 一切 Time will tell 问题是万一你花了很多时间 然后结果是不可以 那怎么办 你明白 其实那也OK啊 我觉得 在哪一点 老公 可以当老公 是 可能就是我 看到他 跟我的父母的相处 嗯 我觉得 这个关系蛮重要的 是 因为父母 对我来说很重要 他们的看法也是很重要 虽然是 我是决定权的人啦 可是 看到他们可以相处 可以聊得来 像best friend 这样子 我觉得 可能我的眼光没有错 这样子 因为感情是要互相配合嘛 对对对 对吗 你要让来让去咯 互相离让 磨合啦 就是很多磨合 磨合很久的 现在还是在磨合 一定 不容易 时间咯 就会证明一切 真的 因为我们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嘛 有了孩子又是另外一种磨合 对吗 在一起之前也是一种磨合 不容易 最后一题 哦 真的 am I good enough for my family 就是你们觉得当妈妈 自己为这个家庭 as a mom role 贡献的多吗 够吗 好吗 给的够不够是由他们来 觉得 来 我给的 够不够 呀 来没有办法自己定义啦 就是这个是让孩子去决定 对 我觉得因为我 我本身就是 就是 就是你刚才讲的 我就会有点自卑 嗯 就是在怀孕的期间 其实我 想了很多 剩了孩子 我想更多 嗯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我 就 我想 我到底当妈妈 合格吗 来 我应该怎么去 把我定义下来 然后我就跟我身边的 就是有孩子的那个朋友聊天 他讲 其实你已经做得很棒了 嗯 因为你给你的孩子一个家 你给 来你可以看到他笑 听到他笑 他就是 会叫你妈妈 我觉得就是一种礼物 我就 OK 原来 其实 画了真的很简单 嗯 就是看你的角度是怎么样的 嗯 我就想 其实小孩子要选妈妈 他们在天上就是选你了 他才觉得一定会滑下 所谓他们 figuratively滑下那个阶梯 到你的肚子里面 当你做妈妈 我看到的时候我就想 哇 原来我也是有 可以当妈妈的这个一点 哎呦 我真的做了 oh my god 寂寞 我真的这么吃 因为 缘分了 咻 我没有 我没有T恤 弄紧跳 因为今天我平常做啥 我没有T恤 但是 反而就是觉得是 感动了 就是人生 就是一种 很棒的体验 因为 这东西很难得啦 所以有了生命到 有新生命到你的生命中 你会觉得其实 人生真的不苦 也 也需要好好珍惜所有的东西 ok 我觉得我们聊的很多就是 沟通这个字一直出现啦 其实坦白讲 当然 并不只是跟伴侣沟通 好像刚才有提到 跟长辈沟通 嗯 也是很重要的东西 跟孩子沟通也是很重要 很多人会觉得 小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啦 其实他们懂的 嗯 他们懂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沟通在 家庭计划 跟教育孩子 养育孩子 这一方面是很重要的 嗯 还有 还有 不要想那么多 对 不要想这么多 but in general in life 我觉得不要想那么多 actually it's a very good but for me 很难啦 so I understand 你一点一点一点 会open up 就是不管怎么样 是family planning 或者是怎么样 不要想那么多 嗯 然后我之前听过一句话 已经其实好像是我老公 跟我讲过的 就是 其实有了孩子 就是 你孩子好像是个圆圈 或者是 你不是只是在他的圆圈里面 绕着生活的 你的生活里面 还有老公 家人 朋友 工作 其实大家是一个交集 因为你只是绕着他 你就会很多东西很紧张 你就一直围绕着他的生活 变成很多stress yeah 谢谢 我觉得我老公是因为他想出去 所以他跟我讲一种大道理 他自己要有自己的me time 对 所以他这样跟你讲 对 去有道理 我觉得很有道理 自己要开心 要开心 因为孩子啊 跟你身边的人 都会看到 对 对 对 如果他们一看到你整天忧愁 嗯 好像很不开心 对 他们也会跟 一起 下去 一起的 是 对 对 好吧 我们就要结束啦 因为啊 不然我们要讲五个小时 有没有 不要讲到明天了 对 所以就请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好有你 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走 是 一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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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烈 走 走 走 感谢观看